从台湾飞一趟阿根廷至少要30个小时 但是我们觉得很值得 因为在那里可以吃到全世界最美味的烤肉跟牛排 阿根廷平均每个人每年要吃掉70公斤的牛肉 在阿根廷的牛也很幸福 那里的牧场都是采粗放饲养 平均一头牛有一公顷的土地可以活动 但是喜欢吃肉的国家 肉的价格就是政治问题 近年来政府为了控制国内的价格 他们使出各种的手段去限制出口 结果造成了畜牧业严重的受创 让阿根廷丢了世界肉库的宝座 如果你吃素 劝你别去阿根廷 这里的烤肉会让你喉水吃牛 阿根廷平均每个人每年吃掉129磅的牛肉 4000万的人口养了超过5000万头牛 世界肉库美味肉的秘密来自澎巴草原 70岁的Mr.Belostrini开了两个小时的车 带我们来到他的冬场 下了公路还有50公里的迷路 到处都是一望人气的草原 直到眼前出现了这群来欢迎我们的家伙 欢迎跟着我们节目来到阿根廷最知名的彭巴草原 这个地方地广人稀 以粗棒饰养的方式来经营 像我们所在的这个牧场 土地有2300公顷这么大 但是只饰养了2300头的牛 请了两位高卓人看管 不是他们是他们 戴着西班牙帽灯笼布上佩戴仿的铁刀 Cino是名三美的主宰所谓的公主人 Cino为Mr.Belostrini看管2300头牛 最大的任务就是当牛群吃完这片桃 将它远到另一片 Mr.Belostrini的寿命儿子则每周来一次 为牛群健康把关 阿根廷的牛肉好吃 是因为彭巴草原的黑土 比达黄土养养十倍 除了吃的好 这里的牛动得多 平均美食有一空请的活动空间 相较美国牛肉吞饲料 中日期望在排泄物里 阿根廷的牛 活得自在的舒坦 因此肉质细嫩 蛋白质高难过纯低 好吃也跟朋友们有关 包卓人在荒野里烤肉 有横的烤法跟树的烤法 将大份的肉夹在两片铁刹上 擦在火堆旁边烤 用无数的树枝来做燃料 增添香气 猪肉的油脂 温度是和木 这就是木材的 这就是木材的 做油脂 就好像油脂 像油脂 我认为你知不知道 但是这样的木材 就像油脂的地方 重点是慢火,让牛肉的油脂渐渐渐滑慢慢滴下 香味渗入到肉内,才能尝尝外表香酥,比较鲜嫩多汁 Cino他适时翻面防止烤焦 他说除了肉的颜色,也会根据肉外所发出的蓝芝生来判断身手的程度 终于可以吃了,我们用高卓人的刀来切肉 内部色粉红润,口感软嫩而不是韧性 吃一口烤肉和一口蔬菜是当地最道地的吃法 旧租饭饱后,Mr.Belostrini带来登上屋顶 好看清楚,家族经营了一百年的农场 他感慨地说,原本主要的客户都是欧洲的高级餐馆 直到阿国政府出手干预市场 阿根廷政府2006年,打着保护本国人参桌的名号 限制牛肉出口,提高关税,无欲仅进至120天 后来用荒唐的规定出口商,每卖2.5吋牛肉到海外 就得用半价卖一顿给国内 在人群牛肉消费量70公斤的国家 牛肉的价格可是关系着选票的政治一体 清晨几点不到,在不一样的阿BBC见家的 明年商店已经很热闹 来自特地的买家,鸡叶寒假 不到50秒,还买官敲动了这群牛制的最高售价 这里是阿根廷首都的Linion Market 也是整个南美洲规模最大的牛制拍卖中心 在10年前,这个地方一年的交易量高达240万头牛 但是过去10年,数字一路下滑,如今不到130万 阿波政府为了控制国内的肉价,提高出口成本 很多人就干脆弃不从农,种高经济价值的黄豆 很糟糕,他们没有发展,我们需要支撑 所以制作者会尝试更多鸡 而不是少鸡 华国牛肉的产量连年下滑,售价反而上升 至于出口,曾经全球第三,如今也击出前十大 这就是阿根廷如何丢掉世界肉库宝座的悲惨故事 回到Mr.Bella Srini农场,这里的生活依然很单纯 平时只住着吃到一家四口,他们不孤单 除了牛羽,也爱养了50平马,100头羊 跟各种其身于河岸市地的女儿,还有主人最喜爱的云图 Mr.Bella Srini说,维持土地的生物多样性,才能维持木草跟牛肉的品质 他衷心期望有一天,阿根廷牛肉出口,能够恢复木荷的水准 让世界各地都能再走到芳芭草原的美味